黄色等裤的就是郝盛鞭 也是来自这个大东小武林锋训练营的选手 而且是新兴选手里面这个颜值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郝盛鞭一直以来呢 在进攻中呢 基本攻相比于其他几个同者击了当 所以刚才停了一下 我们看郝盛鞭自从在上一次比赛中呢 发现了自己这种中心能力不足的这个以后呢 现在我们看 把他这种进攻已经变成了 而且郝盛鞭在进身以后 我们发现他的吸法呢 也开始更加主动 而且有目标的开始对对方进行进攻了 这也是郝盛鞭的这个风格在慢慢成熟 高呢要比对方高 在我们的这个资料里面 郝盛鞭要比对方高六公分 郝盛鞭前后的连击 拳法很卓势啊 而且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郝盛鞭在慢慢的进步中呢 这个打法越来越扎实了 有点像我们前一段刚刚夺得这个63公斤 世界王者的这个魏锐 连续的拳法进攻 然后他的拳法 第二回合 给我们的感觉 郝盛鞭一直以来在重机上的缺陷在慢慢弥补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体能啊 很漂亮的连击 看来在武林风训练营的这种X进攻 郝盛鞭在慢慢的成熟 真的给我们的感觉是郝盛鞭在70公斤这个级别啊 日本选手一定要防止他在这个中近距离 甚至重近距离进行这个拳腿和这个吸法的点击 对方防御以后的后手之前迎击 对方鼓解啊 好 进入最后一回合 郝盛鞭的体能也会受到影响 好 刚才这个前手的平钩 我打对方打猎去了 对方很有经验 把郝盛鞭抱住 看郝盛鞭能不能在这个 对方猎切的情况下抓住这个机会 前后手 顶膝 对方的头部的保护的确实是不太重啊 一个平钩鞭 我们看 我们的张宁刚叫裁判在底秒 对方还有 来放肉脉毛巾去拳 非常非常漂亮的防御在全场压制 对方的确在这个 对于头部的防御脑内上 的确是不足好声明 而且好声明这种 我生吃你的低嫂 然后我用拳来防御你 缓散击你的这种战术 也是用的很好 对方很懊恼 日本选手很懊恼 郝盛鞭表示 就是很懊恼 但是没有办法 恭喜郝盛鞭 在这儿刚才郝盛鞭的这个一致这个前手版权正好打了 打到对手的下巴上 这一下子就 就造成了对方的这个倒地 终止比赛 这一拳容易造成对方的大脑的暂时性的失忆 所以他起来就很迷茫 他都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会击倒的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这一类的本质的本质 就是几分公司啊 这个本质拿到